哈囉 歡迎收看網路版的現在啟示錄 我是怡婷 我是姜老師 也可以叫Angela Angela 其實我們之前看一些公平劇 像是《延禧攻略》 或者是《後宮征環傳》 其實裡面都很多皇帝 後面就是背後的很多妃子 他們其實都會互相爭鬥 就大家很多美女 然後就在後面好像勾心鬥角 對對對 那其實啊 講到諸如此類的案例 我們都會想到順治皇帝 對 然後那時候他有一個非常寵愛的妃子 就叫董二妃 那想要請問一下Angela 就是董二妃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因為董二妃在大家最傳奇的 有的鄉野民間傳說 會誤認為他是名記變寵妃 這一件事情在他身上有很大的一個感染力 就有點像是麻雀變鳳凰的故事一樣 而且是不是聽說當初他就是變成妃子之後 還是短短一個月就變黃桂妃 他升級非常快 而且你要知道在滿清的時候 是有漢女不入宮這個傳統的一個迷信的 那真的是蠻厲害的 對那你覺得他是那種 就是真的是運氣好嗎 還是說這個其實董二妃她有她的計畫 她其實是有點心機的 一步一步想要走入這個皇宮裡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式大體的一個女生 對 就她對於攻心技 其實這個我們比較沒有辦法知道說 到底怎麼樣 對 可是我覺得她基本上 她是一個很知進退的一個女生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滿悲劇的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這個麻雀變鳳凰的故事 到底是怎麼樣進展 我們繼續看下去 順治本名愛心絕羅芙林 五歲就幾位 是滿清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 身性風流多情 年紀輕輕就有過無數個女人 但在她遇見董二妃之後 卻是一心一意一往情深 流傳成千古傳唱的偉大愛情故事 相傳到最後順治還為了董二妃出家 兩個人究竟是怎麼相識相戀 到後來甚至難分難捨生死相隨 皇上 奴才聽說 這江南女子美若仙 靜如畫 難怪你這麼興奮啊 鬧了半天 你是想去江南看美女啊 朕也是這麼想的 朕早就聽說了江南出美女 這次便可親眼看看 何謂江南美女 不過皇上 江南美女再美 不會比皇上的嫔妃美吧 甚至皇帝可能做夢也沒想到 在江南遇到的董小婉 還真的比她所有的嫔妃更美 相傳董小婉是情懷八雁之首 歌聲婉轉動人舞翼絕倫 琴其書畫樣樣精通 之所以與眾不同 就是因為她原本出生江南的大戶人家 父親過世後母親接連並眾 只得淪落青龍 董小婉是江南八雁 但是她們都很有這一個讀書的這個 有詩詞有這個氣質 但是將來是賣意不賣身 就是陪客人唱歌吟詩 她的身世很坎坷 然後從事這個行業是非常逼不得已的 可是因為她個人的這個形象很突出 她的才藝很多 所以使得當時的明末的這些公子們 都很喜歡去親近她 有一次兩個公子哥兒為了董小婉 該先唱給誰聽 在戲園子裡面大打出手 那董小婉一看 這兩個人為她鬧得實在太不像話了 所以後來連曲子也沒唱 就乾脆離開到後堂 董小婉秀麗的容貌脫俗的氣質 一身傲骨 賣意不賣身 讓她很快的就聲名遠播 甚至到江南初巡 表面上是仿茶名情 但實際上也是醉翁之意不再久 她更想體驗浪漫的南國風光 柔情似水的江南美女 因緣際會來到董小婉的親樓 那一見到清新脫俗的董小婉 就對她著了迷 因為董小婉出城的氣質 讓她印象非常的深刻 順治被董小婉的美貌和才華吸引 一見鍾情 江南女子果然百聞不如一見 和後宮非平的氣質完全不同 她喬裝成京城來的公子哥 和董小婉結交 陸地就是希望董小婉能真心愛上她 董小婉接到自己練的夢平均的姓 說生了重病 決定前往夢府去看她 就在途中 那遭到江南知府而知的報復 還好此時順治出手相救 那兩個人躲在山洞之中 那這時候呢 董小婉告訴順治 自己的真名其實就叫做董白 那順治呢 自己不方便透露自己皇帝的身份 所以她就自稱是皇帝 順治和董小婉因為興趣相似 相談甚歡結為好友 董小婉因為馬匹受到驚嚇摔傷了腿 順治只得背著她在雲中趕路 但嬌生慣養的她 哪裡經得起這樣的折騰 好不容易看到一戶人家 就暈了過去 董小婉隱約感覺到 眼前的皇公子家事不凡 似乎對她有好感 但自己已經有了定過親的戀人 為了避嫌天還沒亮 就獨自啟程 沒想到一來到孟府 見到孟平君 她氣色紅潤 一點都不像生了重病 反而是吞吞吐吐 倒像做了什麼虧心事 我 我對不起你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我已經跟別人頂親了 個性溫和的董小婉 沒有多一句責怪 默默離開 順治看在眼裡心疼得不得了 更增添對她的愛意 下定決心從今以後 要好好呵護董小婉 另外一方面 董小婉也覺得順治 才華非常養溢 被她的才華跟才情所吸引 於是呢 兩個在不知不覺之中 漸漸的喜歡上對方 順治在董小婉 最脆弱的時候出現 提供了一個溫暖的懷抱 兩個人相知相戀相惜 卻又不得不分開 順治身旁的侍衛 不斷的提醒她 回宮的時間到了 但這位九五至尊 在心裡偷偷下了個決定 一定要和這個女人 長相厮守 萬歲爺 萬歲爺 奴才糊塗 奴才說錯話了 關於和女進宮之事 宮中和太后娘娘 有著嚴格的規定 那塊宮盡鐵牌 萬歲爺 難道你忘了嗎 朕告訴你 你少用那塊鐵牌威脅 朕不吃那一偷 朕是誰 朕是大清的皇帝 他又是一個非常固執的皇帝 他想要什麼 就想就要得到什麼 那連他的母親也就是孝莊 都沒有辦法去阻止 因為他的兒子 他非常了解他兒子的個性 要這個就是要這個 他很固執 一到江南 甚至把大把銀票 砸在老闆娘面前 花大錢為董小婉贖身 再求他和他一起回京城 皇上駕到 夫婦萬歲萬歲 萬歲萬歲 皇上駕到 夫婦萬歲萬歲 萬歲 皇上駕到 夫婦萬歲萬歲 萬萬歲 他們在叫什麼 姐姐 他們說皇上 這...這怎麼會這樣 這怎麼可能啊 姐姐 皇公子是皇上 皇上駕到 順治此時看到他驚訝的神社 才連忙告訴他自己的真實身分 就是當今聖上 而且還告訴他說 自己一定會好好對待他 那此時無助的董小婉 也只有相信順治的承諾 順治為了董小婉 這個漢族歌女 違反祖宗家法 不僅讓孝莊皇太后 生氣得不得了 後宮嫔妃更是亂成一團 順治堅決不讓步 孝莊只好妥協 以退為進 約法三章 讓董小婉 暫時留在南院 董小婉的住處 皇帝在一段時日內 都不能換 不能動 董小婉 就在不是嫔妃所居的南院 臨時安契 這樣可以緩和一點矛盾 第二 皇帝不能突然賜封董小婉名分 第三個呢 則是不能讓董小婉 懷上隆肿 那當時順治聽了這三個條件 其實呢 非常的著急 因為這擺明了 自己不能好好對待董小婉 但是呢 在太后的欺壓之下 他也只好暫時先妥協 孝莊很聰明 為什麼呢 兒子喜歡嘛 一開始不會對你怎麼樣 為什麼慢慢一點點來 所以一開始進去 孝莊很不喜歡 心裡不喜歡 表面不是這樣子 這時候的順治 背後還有議政大臣會議在干政 為了讓兒子的政權穩固 孝莊這個深謀遠慮的女人 決定盡快將董小婉弄出宮去 我們今天看這個孝莊跟順治的關係 其實不是很融洽 因為順治本身喜歡的女人 孝莊不喜歡 孝莊太后認為 皇上帶著漢女入宮 是違反祖宗家法 那勢必會引來朝廷動盪 而且還會危及自身的地位 另一方面 莫名其妙進宮的董小婉 也陷入兩難 如果偷偷逃出宮 皇上會淪為王公大臣的孝餅 如果留在後宮 順治的兩皇旗印到不了手 無法調動兵權 他現在宛如一隻小白兔 為了他深愛的順治 只得硬著頭皮闖進狼群裡 所有的錯 就是由這個聰明理解 善解人意的董二妃來承擔 他跟順治皇帝相愛 卻要面對所謂的一群 因為他失寵的 這一些兵妃的流言流語 後宮廷妃趁著順治巡視災區 不在董小婉身邊時 找理由對他動行 就是希望他能知難而退 滾回他的江南戲園去 沒想到更堅定了 這一對戀人突破萬難的決心 順治有意讓董小婉歸入滿旗 向董小婉提出這件事 所謂的歸入滿旗 就是要放棄漢人的身分 來成為滿人 順治原本以為 這是給董小婉名分的第一步 接下來就是正式讓他進攻 側封為妃子 沒想到校莊太后也不是好惹的 他一收到董小婉歸齊的消息 馬上刺了一個匾額 就高掛在董小婉居住的南院 小婉多謝太后娘娘刺匾 太后娘娘親自提的宅名 這裡面的意思寇寇你明白嗎 寇寇當然明白了 這蟲草便是董字 太后娘娘是想告訴姐姐 這裡就是姐姐的定居之所 便不要再想進宮的事了 秀莊太后的這個舉動 刺激到任性固執的順治皇帝 他先用不讓董小婉進宮為交換條件 要求移走漢女不得入宮的鐵牌 再親自擬旨找來所有嫔妃 當眾宣讀 從現實來看 皇后跟皇太后 雖然都是很聰明的人 雖然都是比較溫和的人 可是也對於順治專從董二妃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還是有芥蒂的 董小婉剛進宮就掀起波蘭 到底她最後的下場會被逐出宮 還是扶搖直上呢 她內心的盤算 恐怕比所有的後宮嫔妃 想得更深不可測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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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